大家好,我是Stan Big Bang前成員Signy 在海外提起GD的事情引起了網友們的爭議 1月12號,一位網友上傳了標題為 Signy在今天的柬埔賽活動中提起GD的影片 影片中能看到Signy訪問了柬埔賽的一個活動場所 並承諾有朝一日會帶GD到這裡來 接著她隨著GDN太陽的歌曲Goodboy跳起了舞 破壞Big Bang的罪魁禍首 居然還提起Big Bang極低 即使年紀增長,虛將聲勢依舊不變 真令人感到噁心 因為法律沒有給予適當的懲罰 所以那傢伙才會如此嚣張 真是可悲的法律 你是誰呀CQ 但是真奇怪,竟然還有人粉他 這些外國粉絲是沒有大腦嗎 放過GD吧 不久前GD才遭遇了那種事 現在因毒品入獄的人這樣提起他合適嗎 曾經還是個朋友 難得就沒有這點基本的禮貌嗎 但是也看到了這樣的留言 畢竟曾經是隊友 這樣提一下也不行嗎 他做錯的事情不都已經受到懲罰了嗎 為什麼還要這樣呢 對於Signy提起GD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歌手金傑君最近通過IG發布了對私生計程車騷擾的強烈不滿 並預告會採取法律行動 金傑君在22號晚上分享了一段私生計程車的影片 並表示 我在每個路段都遭遇了等候的私生計程車 司機聲稱客人在追車 所以他們不得不跟隨 這些司機在車內透過無線電協調行動 就像在執行作戰任務一樣 私生計程車是專門用來栽送私生犯追蹤藝人私生活的計程車服務 在金傑君公開的照片中能看到 私生計程車的名片 還是只能透過屏幕看你喜歡的明星嗎 親自去電視劇電影拍攝現場和你喜歡的明星見面吧 金傑君表示 在法律面前 這些人可能會將責任推薦給客戶 這正是經營私生計程車的人比乘坐的人更惡劣的原因 聽說這些私生計程車 會在演唱會簽收會的時候 遞給外國粉絲們這種名片做宣傳 金傑君最後表示 現在時代已經變了 昨天的六輛車都被我錄像了 我希望那些侵犯我私生活和利用我的痛苦來賺錢的人 受到法律的嚴厲處罰 二十年來我一直在逃避你們 即使是吃飯或走路時 我也會不自覺的回頭看 我希望你們能放手 我們來看一下韓國網友們的留言 哇我原本以為私生計程車是指私生犯坐計程車去跟蹤一人 沒想到是更嚴重的問題 單純的追蹤就已經是個問題 但更嚴重的是 有很多情況是故意造成事故 因為造成事故就能容易的見到一人的臉 不管是司機還是私生 這些都是同樣的犯罪行為 二十年了真的該停止了 好好的勸他們請求他們 所以他們不當回事 在街上偶然遇到粉絲也會擔心是不是私生 所以會全力以赴的逃跑 在外面到現在也不敢一個人上廁所的人 請停下來放過他吧 對於私生計程車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2023年在台灣YouTube搜索最多的男女愛豆前十位 10位 金 9位 呼吸 8位 天明 7位 茶文 6位 吉蒂 5位 蘇格 4位 比 3位 吉明 2位 太陽 1位 中國 10位 安妞 9位 雨淇 8位 舒華 7位 太陽 6位 羅杰 5位 子余 4位 佳妮 3位 愛佑 2位 理沙 1位 吉蘇 2位 吉蘇 試圍 1位 雨淇 2位 吉蘇 1位 吉蘇 4位…… 試圖